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要说最近,正在霸屏的男演员,胡一天,一定算是其中一个,先是和乔星一起合作了《小风暴》这部剧,CP炒得如火如荼,观众也磕得晕头转向,但最后演技不行,作品还不太好, 这两部剧终究还是草草收场,并没有取得大家的认可,随后,胡一天又有两部新剧依次开播,现在已经是同时在播了,一部是她和胡冰青共同合作的《暗恋菊生淮南》,另外一部是她和李一同合作的《我的时代,你的时代》,话说,这两部剧在开播前,观众都对其寄托了厚望,可是在播出后的成绩却十分一般,于是, 有网友猜测,到底是胡一天不扛剧,还是这两部剧中的两位女主角,不太靠谱呢,《暗恋菊生淮南》这部剧,IP的知名度,不用多说,前期的宣传,也都已经安排上了,甚至于,还有网剧,突了这样的优势所在,等于最后这部作品的原著党,都把目光聚焦到,这部剧身上了, 结果呢,开播至今,毫无水花,而《我的时代,你的时代》这部剧,先有亲爱的热爱的大火在前,所以这部剧的关注度,自然也就不会低了,可是,最后这部剧的播出结果,大家也都看到了,并不是很好,连胡一天,和李一同的CP组合都没有太多人关注了, 不得不说,胡一天的作品,虽然不少,但基本上都哭了,有人说,胡一天,有什么问题呢,他的颜值,一直都是在线的,甚至还很出众,要说演技,这两部剧,一个是他擅长的,青春校园剧,他之前,就是靠这个走红的,另外一个是他,曾经出演过一次的角色,只是把男二号,变成了男主角,按理来说,这两个角色,都应该是他可以嫁入的, 也没有听见太多人,说胡一天的演技不行,所以说,难道问题真的出在,两位女主角身上吗,有网友表示,不管是胡冰青,还是李一同,这两个人,都有一个,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强捧不红,胡冰青,作为唐人力捧的小花,资源给了他不少,基本上都是女主角,但是,至今为止,没有哪一部作品,是能够被大家关注和认可的,大部分时间, 都还处在,被吐槽中,比如他曾经参演,旋风少女时,大家就已经吐槽过,他的颜值和演技了,这么多年过去了,胡冰青的存在感,依旧很弱,作品还是不被认可,这一次出演了洛志,这个知名度很高的角色,却也还是,没有多少人关注,演技也一如既往,而李一同呢,他的演技,可能要比胡冰青好一些,但是在很不红,这件事情上, 他一点也不比,胡冰青逊色,一年七部女主戏,今年的作品,也是一部,接着一部的开播,但是,都没有出现爆款,现在有不少观众,看到李一同的时候,依旧还是,会觉得有些陌生, 所以说,这样的女艺人,她的作品,如果不是特别出众的话,肯定是得不到,外界的关注的,而李一同和胡一天的CP感其实还可以,但片方的宣传,并不多,有点可惜了,胡一天的作品,火不了,可能真的,和她自己不抗拒有关,但也和合作的女演员,有一定的关系,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 谢谢大家